主要的预算想拿个备用机 在你们当地手机店顶多拿个苹果器吧 还是34RG的 系统不能更新不说 还不是全面屏 但是在华强北批发商这里 直接拿下全面屏的iPhone 几百块的性价比手机 在源头批发地这里便利都是 不过这些机器因为年代久远 机况复杂 一般商家吃不消 但是好在今天有位粉丝找到交交 想几百块拿个备用机 秉着有求必应的原则 今天顺便拿了几台500块的XR 给大家做一个开箱测评 苹果XR可以说是一代神机了 XR处理器还是单层主板设计 散热很好 6.1英寸的LCD全面屏 也非常护眼耐用 至于为什么那么便宜 主要还是因为机器的面容 入入不正常 但都是纯原装的 其他功能也完好 我们拿货500 加个99就出了 500块钱的全面屏iPhone 拿来当个备用机 可以说是非常香了 毕竟现在买个没有面容功能的 苹果8P还要1000出头 你就说性价比高不高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